就是电塔的所在 这个大概很难 很难得有一个生活 生活居居家前面 20公尺的地方就紧离电塔 这样确实是在视觉上 在感受上都是很大的压力 指着高压电塔 交通队业务组长陈大维说 这一个电塔离交通队的办公大楼 不到20公尺 实在很难忽略它的存在 尤其同仁每天上下班都会看见它 心里总是感到毛毛的 因为我们每天上下班 压力本身就很大 每天上下班看到这电塔 又有很多同仁 有发生病变 这电塔造成我们心理跟身体 很多的压力 我感觉也不是很好 但是这还是有余虑 就是人家讲的都有电子播 不是之前NCC来测的话是没有 那这个也没有办法 工作环境 你工作常常在这里 你还是要待啊 就这样子啊 是 当然希望如果说可以迁雨 当然是迁雨啊 或者是地下化 远景说夜深时还曾经听到电塔 发出声音 上万伏特的线路 离办公室不到20公尺 心里的压力真的不少 尤其还有同事身体状况路线出问题 昔日的干部甚至被诊断出脑瘤 难免会因此联想 确实有一位我们的同仁 之前在这边服务 他就住在隔壁这一间 这个电塔最近的地方 最近似乎被诊断出 确诊有的一个5点多公分的脑瘤 陈大伟说除了一旁的电塔 交通对对面的厂房屋顶 也装设有十多只的基地台 长期下来造成远景压力 尽管曾经请NCC测量都符合标准 但是对不同人还是存有疑虑 因此在知道台电将以两年时间 将县内易受灾区的 电感线路地下化计划之后 交通队也建议将困扰上百名远景的 门口高压电塔线路 也能够一并地地下化 希望台电在通盘考量的时候 能优先考虑吸纳我们这一部分 这个最近的这个部分 这个能够把它底下化了 然后毕竟我们警察的使命 是避免民众的恐惧 要防止民众的恐惧 然后我们同仁的恐惧 也希望台电能帮我们做一点考量 不过台电表示交通对旁的电塔 是屏东工业区重要的输电线路 地下化的可能性不高 建议比照潮州零后四零游乐区的 电塔彩绘来减少远景的心理压力 而对于台电的回复 交通对并不放弃 强调为了维护同仁的身体健康 将会持续地争取电塔地下化 为同仁建构安全无虑的工作环境 评论新闻蔡立华卫德卫采访报道